我跟你講像我等一下那邊湯過來 如果有芹菜 我覺得我這樣會很討厭 很討厭點貢丸湯 要嘛放香菜又會放芹菜 然後呢有時候你挑到一般 芹菜它就會自己吃到餅乾 我跟你講我喜歡吃咖啡這個東西 一定要咖啡這個飯到餅乾 豆肉 豆干 豆干 對 豆干啊 豆干可以耶 我再修正一下大地色 我覺得你也有臉色 您現在收看的是關小溫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 按讚 加分享喔 給我們更多的鼓勵 整片即將開始囉 來 可以來 愉悅囉嗎 Alright 它不會 它沒出來 又是這個嗎 趕快錄影啦 歡迎收看 M字閒聊 M字閒聊 不是啊 為什麼你要提早 啊對耶 我們不是講好 臭發跟尾條的時候在動 對啊 我們重點是follow你 是你配合他對不對 因為他被我帶走 他被我帶走 其實他流的是那些外國人害怕的食物 你說我這一點 我要丟掉 為什麼害怕的食物 啊我外國人 為什麼我 不是啊 我們就只是增加這個知識性 你上次不是賣到 你也聊賣當好啊 怎樣 這其實不是你想的耶 是不是不是 你是說什麼 榴槤 然後什麼 不是 臭豆腐 臭豆腐 什麼香菜 豬血糕 那你說外國人 對啊 沒有 因為這個要 我是說香菜 誰喜不喜歡吃 我不是說外國人 這個要用一個東西去 我們要找一個主題啊 Yeah 不是啊 那個題目的時候我就說好 今天題目是豬血糕 豆腐的香菜 什麼之類的 那你們吃香菜嗎 不是 有可能一個題目上就好 今天題目是豬血糕 香菜 榴槤 臭豆腐嗎 包裝也戳了嗎 有人會這樣煮一個題目嗎 還說誰啊 我嗎 不是啊 好 香菜我愛 香菜我不行 香菜很好吃 我跟你講 妳吃起來是不是喜歡進的味道 不是 是它本身這個東西 我就打從基因討厭 我說如果購完湯 妳也不會加香菜 不會 那不小心加 妳就喜歡玩剝開 會跳掉 可是我們剛剛點的 那個購完朋友耶 我會跳掉 跳掉那個湯裡面有那個味道 沒有 沒關係 可是我不吃它的本體 就是如果能避 我就會避 可是如果不行 我就會有鍋邊素的感覺 所以如果夜市裡面那個香菜 冰淇淋那個花生捲 妳也不行 那一定不行 我就是 那你不要吃太本體 對對對 我就是喜歡要吃那個 我就會說不要加香菜 那我想問妳 吃到香菜的味道是怎麼 噁心 那例如什麼形容 要讓妳知道 就是一片淡淡的葉子 很像是空心菜 妳洗過久之後 泡在水裡面 前面那頭爛爛的地方 然後突然掉到我嘴巴裡面 所以妳是不喜歡它的口感 不喜歡它的氣味 以至於到討厭它的口感 到最後跟它相似的每一個葉子 我都討厭 可是我跟我人看蔬菜都不吃 沒有 我是說不喜歡香 欸怎麼了 妳也很討厭對不對 妳也討厭香菜嗎 妳懂對不對 那氣味呢 氣味 氣味就是討厭它的 最重要的那個要素 那妳覺得它氣味像什麼 像消毒水 還是洗碗筋 沒有 像香菜它不需要像任何東西 香菜因為你們已經接受了 所以你們就會想知道說 它像什麼 可是對我們這種 不能接受香菜的人來講 香菜本身它就叫做香菜 我會說 這個東西好臭 臭的像香菜 這個東西好糟 難吃得像香菜 但我不會說 香菜這個東西味道像漂白水 不會 因為香菜本身已經是一個負面的存在 它已經是我負面人生的形容器 可是我超愛吃香菜水餃的 我沒買 我離間你 我跟你講我在這一集 我真的是言語能力爆發 因為我有聽說 因為你們的基因 所以吃到香菜之後 會覺得它像清潔劑 沒錯 我也是看過這個 對啊 但它的形容是清潔劑 所以我才覺得妳吃到它 是不是覺得像 所以這跟基因有關的 還有 還有人說妳的吃東西的習慣 跟胃裡面的菌種 跟腸道的細菌的關係 那那芹菜呢 妳有 喔 芹菜 Oh my God 好好吃喔 你也不行 跟你講 像我等一下那個湯過完 如果有芹菜 我覺得我這樣會很討厭 很討厭點貢完湯 要嘛放香菜又會放芹菜 然後呢 有時候你挑要挑到一半 芹菜它就會自己成到底 哈哈 而且我是可以就是 我貢完湯我可以不要貢完 我只要有香菜芹菜 那妳就是其實就是去喝冬瓜 或冬瓜湯或是那個 蘿蔔糖 蘿蔔糖 對不對 就可以了 對 我可以 我超愛上菜芹菜的耶 其實我好像也沒有一定要貢完 所以貢完的存在到底是什麼 哈哈哈哈 那那蔥呢 蔥很醒啊 可是蔥妳是不會挑起來 還是妳也不完全挑 都要挑 欸妳那個東西全部 妳是大地雷耶 我大地雷 蔥芹菜香菜的東西 紅蘿蔔我也不吃 然後新的我 所以我從來不跟小孩說 妳不要挑食 我都會說哪一個不吃 那妳就吃要吃的那一個 把肉吃掉 因為我基本的就很愛挑食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因為妳不吃不代表她不吃 她就是吃了很開心 有可能她還是 像Mimo就愛啊 她喜歡一切吃起來脆脆口感的東西 所以她也吃芹菜 她也吃 撥卡 嗯 撥卡在吃 撥卡在吃 撥卡是愛的沒錯 我不會撥卡 撥卡 啊妳不會撥卡 我真的不喜歡 我喜歡吃咖啡色的東西 妳只要咖啡色的東西 咖啡 咖啡 咖啡是可以 誰愛 咖啡不吃 誰愛 妳告訴我 我說咖啡只有食物 我給妳一集二十分鐘時間 妳也不要講別人 妳就告訴我誰愛咖啡 巧克力 好可以 但是我是說是那種桌上的 不是甜點 好 就是 紅燒肉 豆干 欸 豆干 對 豆干啊 豆干可以耶 我再修正一下大地色 我就一樣的顏色 妳幹嘛挑戰我們的思緒啊 榴槤的話妳吃嗎 榴槤 我不行 榴槤 榴槤 而且它是水果之外 它很有營養 妳幹嘛挑可愛 可是妳們知道 泰國很多飯店是禁止蛋榴槤嗎 沒錯 不是 它就是有人討厭 不是 它是整個飯店禁止蛋 因為有客人會討厭 所以它禁止妳帶啊 對啊 所以榴槤就是這麼討人厭啊 但妳知道泰國也禁山竹 對啊 為什麼 它飯店禁山竹嗎 為什麼 山竹 因為山竹它的那個 那個剝起來會紅紅的 然後一沾到那個 從來就會洗不掉 那有禁那個嗎 紅色的那個 紅紅糖 不是紅糖 不是 紅色的那個 火龍果 火龍果嗎 今天火龍果真的沾到也洗不掉 我都不知道禁山竹欸 就不行啊 山竹很好吃 山竹很好吃 而且他們都吃不到 以前有 小時候有 對 現在完全沒有了 我現在一出去就立刻買山竹來吃了 沒錯沒錯 我覺得外國人還有一個很怕的是鴨血 有有有 鴨血跟炸的臭豆腐他們也都很怕 炸的臭豆腐會嗎 他們媽媽一直把 沒有 臭豆腐我覺得不管真的炸的 他們應該都怕 因為氣味 對對對 我覺得妳有沒有發現大家討厭食物 好像跟氣味有很大的關係 對 我覺得氣味會影響第一個 因為以前看小當家不是一打開就這樣 嗯嗯嗯 你是那一個 喔 你有看過小當家嗎 有嗎 中華一山啊 你沒看到 然後他們仙女就在後面仙女 鴨血你怎麼可以啊 我可以啊 鴨血我也超OK 而且如果吃麻辣鴨血我只能吃鴨血 因為鴨血不會辣親娘都會辣 麻辣鴨血可以 高麗菜真的沾到那個大汁的時候 真的不能 我跟妳講吃麻辣鍋 你絕絕對對不能做一點心事 把高麗菜放進辣鍋裡面 因為這個妳就是 妳要嘛就是找死先被辣死 然後再來就是妳的腸會絕絕對對受不了 沒有 要嘛不能這樣麻辣鍋不辣 喔 對 就不行做這個 菜是不能丟到辣鍋裡面的 欸 志祺會有調查嗎 有一個我很困惑耶 他是第十名 然後外國人不喜歡喝豆漿耶 欸 為什麼 因為沒有牛奶吧 他們是不是用燕麥奶來代替牛奶 但他們沒有 他們也沒有豆漿啊 他們有豆奶吧 他們有啊 他們有豆奶吧 有啦 因為我們在星巴克的時候 是有豆漿可以代替牛奶的 還有燕麥奶的 所以 然後燕麥奶是後來才有 因為燕麥奶是這兩三年才流行嘛 對 所以後來星巴克才有加燕麥奶 可是在之前對於乳糖不耐症的人來說 不加牛奶的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加豆漿 嗯 畢竟因為蚵仔煎 嘿 會發明了 等一下蚵仔煎大家不懂的是蚵仔還是是吧 我覺得是不喜歡那個 還是那個太白粉變成QQ 我覺得是不喜歡那個 他們不喜歡牡蠣或是貝類的都不喜歡 怎麼會 他們有吃那個套餐啊 他們吃淡菜嗎 他們說台灣人竟然把蚵仔放在蛋餅裡面 喔 他們覺得那個很像蛋餅 他們吃生蠔耶 生蠔加牛肉吃法國最愛的食物之一 他們吃什麼蛋餅都吃生的啊 你為什麼一直叫它蛋餅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蛋餅是我們很講的 很像九孔的東西 對啊 那是蚵仔不是蛋餅啊 沒有蚵仔是蚵仔 他在比方說歐洲人吃蛋餅 我說他們這麼愛吃蛋餅怎麼會不吃蚵仔 歐洲人真的很愛吃蛋餅 可是我很神秘喔 我那時候去義大利 然後那個義大利 威尼斯附近不是都在海邊嗎 然後我就想說 大家說一定要去面吃蛋餅 我跟你講我吃了之後我嚇到耶 因為那個味道完全不是我能夠接受的 對我來說我覺得那個腥味好重 第八名他們不喜歡喝冬瓜茶 我懂 他們喝冬瓜茶喝起來很苦苦的感覺 冬瓜茶超甜的啊 喝到後面有點苦苦味 他喜歡那種回甘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不是苦 他們是不喜歡的 我知道啊 後面有一個像回甘的那個味道啊 沒有我覺得冬瓜茶有一股騷味 就是因為我以前不敢喝冬瓜茶 騷騷騷騷騷 我後來現在吃完便當 不是都會送一包冬瓜茶嗎 有時候你真的吃完便當太可可 可是到已經要瘋掉的時候 你又想說我真的要瘋掉啦 那個冬瓜茶我才勉強 那那個太水了吧 那個 可是我覺得冬瓜茶的那個冬瓜糖啊 還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味道 我不喜歡那個味道 我覺得那個味道有點太不純粹了 7名 7名麻糬 8年名產耶 很像在吃黏土的感覺 所以你看會不會其實他們剛剛討厭蚵仔煎也是因為不喜歡 他們是討厭黏的東西啊 對啊 就是狗狗的都不喜歡 第六名 豬腳 欸 QQ你的肉 我知道啊 不是是豬腳是他們覺得不該吃腳是不是 他們就覺得說腳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餐桌上 德國豬腳不是也是嗎 沒有可是德國豬腳是吃肉喔 你忘記 豬腳也吃肉喔 沒有沒有沒有 他要吸那個骨頭 他要吃的是我們吃的是那個腳尖 膠質 我們吃的是那個腳尖 誰會吃腳尖 腳尖哪有肉 腳尖那個是QQ的皮吧 你現在說是QQ的皮對不對 就是那一塊那一塊 欸還有他們是不是也不懂雞腳啊 因為好像也有很多人說他們 鳳爪 對他們不能接受鳳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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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在雞腳那種 雞腳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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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耶 在哪裡 在一起 我認識他 離職器狀的 我輸了 對不起 第五個 第五個豬血糕 喔 血淚 血淚 豬血糕 這個是蚵仔米霜 是蚵仔中腔 還是米霜中腔 米霜也勾勾的 我覺得他不喜歡 他們就覺得整個整個是哥哥的那個 他不喜歡那種 像冰體 所以他們不喜歡太白粉 他們不喜歡太 他們這樣吃 他們不喜歡頭錢 肉羹他們也不喜歡吧 對 羹是不是他們這樣 就也代表他們不行 對啊 牛羹應該也不行 可是國外沒有 國外也有玉米湯啊 那國外玉米湯應該沒有夠錢成這樣吧 因為像范格文也不吃麵線 你知道嗎 他說他不吃任何鼻涕類的食物 每次我來吃麵線 我說你要吃嗎 他說鼻涕類食物 我不要 鼻涕類食物還有什麼 其實蠻多的 肉跟湯也很像鼻涕類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不算 不算鼻涕類 再來就雞腳 剛剛講到 雞腳 是因為絕腳吧 我有期待第一名 那我們來猜第一名是什麼 你先講第二名 還有第二名 因為我想一二名你們剛剛都講過 臭豆腐肯定肯定 對不對 還有鴨血嗎 該不會 對第一名是臭豆腐 第二名是鴨血 不行 然後來鴨血臭豆腐買Favor了 可是明明就 我有看過那個Youtuber 然後拿台灣臭豆腐去回去 給他的奶奶阿姨們吃 然後他們吃得很開心 但他就是小數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大數據啊 而且他們對鴨血的形容 我是覺得很像放在湯裡的果凍 暗紅色的果凍 那怎麼了嗎 對… 對… 可能因為對 就像有一些他們認定是甜食的東西 就不一樣要放在鹹食裡 你是說做成布丁的 也不要做成蒸蛋 你知道嗎 欸 蒸蛋 對 蒸蛋 蒸蛋的感覺也很像果凍耶 那外國人吃蒸蛋嗎 他會吃布丁啊 這樣是甜的 對啊… 對啊… 好 那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 都是我很愛的 這兩個我可以 就是我每一次只離開這邊 我都是去買一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外國人 他們應該就是怕那種就是… 他們只是不習慣我覺得 他台灣住久了就吃了 欸 我真的去外國 我沒有要Diss什麼 就是去外國真的可以吃的選擇好少 真的 就是剛開始前三天會很高興 到第四天就想吃台灣 我那時候去土耳其 永遠都在… 都在…那什麼 去看… 吃餅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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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什麼 他們應該是雞肉串 不是… 是雞肉的 雞肉… 翻成中文應該是雞肉串 就一塊一塊雞肉 聽起來很讚啊 然後他們會把那個麵皮喔 弄這樣子然後烤 然後會膨成這麼大 那裡面全部都是膨的 但你就是一直吃那東西啊 喔… 就他們的主食不是飯 就是這個餅 所以就一直吃一直上 我會好像也有飯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一個日本料理店 吃到烏龍麵 然後我很開心 喔… 我懂 真的喔…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好像 我們是去L.A.吧 還是怎麼樣 然後一開始去吃漢堡 都很高興 然後結果… 後來每天都吃漢堡 那個火烤的那個肉排多好吃啊 結果後來吃到第五天的時候 我們就說 去…我們先去… 去華人街 我們去吃有湯的東西 真的喔 後來那個拉麵店門口等超久 我們等一小時 我進去吃到第一口麵的時候 我們說 我都過來耶 我在這邊也是找到一家小朋友的時候 我煎著… 啊… 小朋友 怎麼會有小朋友 在台灣已經不吃了 我愛台灣美食 而且… 而且他們… 我知道… 時間到了 剪掉… OK 那我們就這樣子 大家喜歡拿一些食物 這邊不能拿一些食物 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是… 今天我覺得我們整條有F天體 我們下禮拜見 謝謝雪 謝謝 有一種一家一個一大女兒 像我和你十天早地蛇 一起走過那麼多旅程 一口同聲為你一往情深 像一家一個一沒規則 但你身旁沒有太多猜測 交換一個眼神成就一聲深刻